下面学习第八章第四小节 列连表资料的确切概率法 我们以两组疗效对比的四个表资料为例 来介绍列连表资料的确切概率法 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是 要比较两种药物治疗精神抑郁症的效果 第一组12人 第二组11人 有效率分别是58.3%和27.3% 我们注意到这里的样本量两组加起来不足40 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 在这种情况下 直接用卡方检验或者说校正的卡方检 效果不是很好 因为样本量太小的话 它的这种近似效果 就是利用连续型卡方分布 这样一个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需要用确切概率法 在这个研究里边 我们要比较的是两组样本有效率 所对应的总体有效率是否相等 我们就假设它们是相等的 这个时候我们说两组的总的有效率 也就是说用合并的有效人数 去除以总人数得到的这个有效率 就是对画了等号的总体有效率的一个比较好的估计 那这个前提条件下呢 实际上隐含着的意思就是 在样本量为23的时候 有效人数无效人数呢 是固定下来了 另外第一组和第二组参与研究的人数呢 也是一个前提条件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 在回答两组有效率 是否来自同样总体的时候 其实是裂合计 航合计 都是固定值 在裂合计 航合计 这四个周边合计固定的情况下 除了当前的实验结果 还有哪些结果呢 那么对于我们计算批纸 这样一个任务来讲 我们关心的是 更极端状况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四个表 两组总的有效人数10 无效人数13 样本量呢 第一组12 第二组11 这四个数值里边 第一列的裂合计是最小的 那也就是说 在保证四个周边合计 都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把目光锁定在 第一行第一列这个格子 也就是所谓的A 对应的这个格子 这个数字呢 当前的出现结果是7 那么它可能的实验结果 除了7之外 可能是几呢 可能是6 因为6的话呢 仍然可以保证周边合计呢 能够满足固定周边合计 这样一个前提条件 其他格子呢 对应的可以得出一些实验结果 我们看 A格子 除了刚才提到的6之外 可以不可以是 5 4 3 2 1 0呢 都是可以的 如果比7大 那可以是8 可以是9 也可以是10 但是为了保证周边合计 能够满足这四个具体的数值 这个格子呢 我们注意到 最大呢 就是能取到10 最小呢 就是可以取到0 所以说 在周边合计不变 这样的前提条件下 实验结果 可能有11种情形 我们刚才讲的 对应于A格子来讲 它的曲值可以是从 0 1 2 一直到10 所以可以组合出 11种实验结果 而这11种实验结果里边呢 当前结局 对应的有效率的差异呢 就是这两个的差值 其他的各种情形 也可以计算出 各种情形下的 样本的有效率 以及样本有效率的差值 这里我们就列出了 11种可能的实验结果 这11种可能的结果里边 我们看A格子呢 最小啊 就是0 一直呢 到最大呢 就是10 A格子给定了以后 其他的格子呢 都能够根据周边合计 求解出来 我们看这张表 第八行 所对应的情形 就是当前测量结局 那么 当前测量结局 所对应的两组的有效率的差值呢 是0.3106 相对于当前结局 我们来看 所有其他可能的这些结局里边 哪些结局 所对应的两组的有效率的差值 还大于等于当前结局呢 我们注意到 我们注意到 以下三种情形 所对应的 有效率的差值呢 是大于当前结局 对应的有效率的差值的 还有 前四种情况 他们对应的有效率的差值 也是 大于当前结局的 所以 作为这个题目来讲 我们要计算 H0成立的时候 当前结局 以及 更极端状况的概率 实际上呢 就是 这种情形的概率 以及呢 这些情形的概率 这些情形的概率 求和 其实我们这张表里的最后一列呢 已经给出了 这些概率值 我们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把这三部分概率呢 求和 下面我们首先来介绍 计算 具体的一个四个表 抽样结局 它的发生概率 怎样计算 以刚才原始给出的 当前抽样结局为例 当前结局发生的概率 是 用这个公式来计算的 这里的I呢 表示是 刚才我们列出的 十一种情况里边的 任何一种情况 A表示第一组第一组第一列的格子 B表示第一组第二列的格子 C表示第二组第一列的格子 D表示第二组第二列的格子 N呢 表示 总的样本量 我们把 我们把当前结局 也就是 第八种情况 所定用的概率呢 计算出来 是 0.1142 同理 我们可以计算出 其他各种情形下呢 那些抽样结局发生的概率 我们注意到 我们要求解的呢 是 刚才所说的 当前抽样结局 以及呢 更极端状况 这里的更极端状况 以及呢 这里的更极端状况 概率的求和 这就是最终 双测检验 我们所需要报告的 那个P值 这里的P值 0.2138 大于0.05 不认为 两组的有效率呢 是有差别的 如果本研究呢 是一个单测检验 我们所需要的 P值的计算呢 就是当前结局 以及一测的 更极端状况的概率 由于当前结局呢 是这个位置 所以它的 单测的更极端状况呢 就是 这三种情况 以及当前状况的 概率之和了 这里计算出的P值 0.1402 也就是说 按照单测检验的话 这两组的差异呢 也是无统计学意义 这里的四种情况呢 就是 在做单测检验时候 我们所需要计算 四种测量结局 概率所对应的格子 好 以上呢 就是第四小节的内容 谢谢 谢谢